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 我發覺我做地產差不多接近了一年 我就跟大家說一說上一年到底做地產學到什麼 還有是不是真的這麼好賺 上一年賺到多少錢 計算這個頻道還差幾個月都差不多接近一年 上一年真的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每一件事都是非常非常卡的 雖然是這樣 我覺得自己真的非常幸運 我做這一行 遇到每一個同事 每一個人 每一個客人都非常好 有時在街上看到觀眾會叫你 阿先生 那感覺是非常親切 也有些觀眾問我地產是否真的很好做 如果入行的話有沒有什麼建議 建議我真的給不到什麼太好的建議 勤力的時候只可以說勤力 也有些觀眾是真的入行做了地產 真的做了我的行家 首先這行進來做的真的要非常非常勤力 當然有些人可以做到百萬年生 也有些人可以做到萬元年生 就是一年賺五萬兩萬元也有 不是都有 是大有人在 那句話 你想找多少你就做多少 有些人是 又是OT 加班加到十一二點 有些人是很早很準時的就下班 每天上班下班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記得我入行的頭三個月 是不停地派傳單 不停地打電話 那段時間我真的覺得很努力 我覺得這一行給我的感覺就是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 因為我那段時間三個多月 是一張單都沒有開過的 那時間久了之後 每天都不停地派派派 那時間久了之後 你個人是真的想放棄的 那身邊有些人又不停地放苦 我都很慶幸自己遇到一個 很好的主管 他就教授我如何做自己世界的英雄 他說做一個英雄不一定要維護世界和平 坐牢扶藥 最重要的是克服那些打壓自己的人 我很記得我一開始的時候 除了去打電話、派傳單和更新 還會去拍一拍一些流盤 即是拍片說一下 我很記得我一開始的時候 有個同事跟我說 他說阿神 你究竟回來是拍片還是做地產 我當時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我非常非常記得他跟我說過這一句 不過我這個同事現在已經不在 但我覺得我現在應該知道怎樣回答他 雖然說我這個頻道也不是做得很成功的 但也很收穫到一班支持我的人 最後我們來講一講 我上一年究竟運了多少錢 好老實說 雖然我頭幾個月是真的打仗友 回到最親留意的資訊 是在那邊打仗友的 那一年上一年的成績都算是可以 算我現在收回的數字 除開每個月都有16,000左右 是不是很好笑? 16,000 是不是跟你的期望相差很遠? 沒錯 跟我自己的期望相差很遠 我當時以為起碼都三萬多四萬 你知道每個人都自命不凡 都覺得自己 嗯 我是最棒的 但事實上就真的不是這樣 算回如果你16,000的話 其實跟你出去打份工作是差不多的 幸好我有其他單都是做一些一售和一些大陸盤的 但那些收用的時候就非常之緩慢了 因為澳門的一售可能要你收樓 如果想再出用才可以收到不容 整個過程可能一兩年左右 大陸那些就更加不用說 收回真的要去買一個碎果欖去多謝人 那我的意思不是大陸那些是真的收不到的 我的意思是那些可能等的時間比較久 可能幾年 差不多 還有你們說的橫琴20隻用 那這個我真的沒聽過 可能真的有的 但是收回來的速度 可能跟你澳門器輕貴的速度可能差不多 那最後算回萬六是真的不是很多 跟你出去打份工作是差不多 但我覺得我學到的東西是遠遠超於萬六這個數 還有我簽的一手和二手都比較多 那到時等出用那天就跟大家去拍一個 吃好東西的FLOCK 那這個時候肯定有的觀眾就說 什麼大陸樓收勇慢 那你又做是收勇慢 但是成交都多 最近幾年是真的多了很多澳門人出大陸買樓的 投資也好自住也好 單單是珠海那邊 上年應該都是五萬多中的 算是澳門的一個十倍左右 那這些情況你不做 就別人幫你做 那如果大家對內地有興趣都可以找我 以上就是我上一年學到的 還有我收到的數字 那對我自己來說都算合格 都要有個新人來說 還有都找到個裝修款 我一遍都準備裝修了 那之後如果有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雖然沒有做到百萬年生 但真的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那OK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的我都可以考慮留言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各位我也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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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